嗨大家 今天来聊一下那个 曾经有一段自己比较沉重的一个回忆吧 那一次其实是搭配着一个电影的拍摄 那部电影叫做《圣诞玫瑰》 导演是杨采宁 我印象很深刻他是 这个角色是一个残疾的状况 他必须长时间坐着轮椅 故事跟其他角色背景我就不追溯了 那那段时间在香港拍摄 我花了一段时间让自己住在香港 然后大部分在饭店或者是附近移动的时候 我都是坐着轮椅的 希望自己能够习惯做轮椅移动的过程 印象很深刻 那个饭店其实正要做一些装修 所以饭店的那个员工 经理应该说是经理 还特别来跟我们助理说 那个贵小姐要不要换房间 因为已经轮到我们这一层 最后要维修这一层了 可是我还是不希望换这样 所以其实那个饭店里没什么人气 到后来也顶多好像只剩我跟我助理住在里面 每天就是弹琴 然后练习轮椅 几乎也都睡不太着 那段期间就是大概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是完全没有办法睡着觉的 我的房间又刚好落在电梯的旁边 所以电梯口那边有时候都会播放一些音乐 我记得应该到第七天的时候吧 我躺在床上 旅馆的床都是白色的床单 然后因为它是圣诞玫瑰 它这个里面的角色又常常需要折纸玫瑰 所以我就有的时候会去买一根玫瑰 插在自己的床头 然后会折一些纸玫瑰这样 那天应该是个大白天 可是我窗帘还拉着 在一个半梦半醒的时间 我突然被自己下心 一直不停的哭 我就后来 采尼大概感觉到了我的这个状况 我记得采尼就跟我说 你不要害怕去面对你的黑暗 你面对它你反而就轻盈了 而且其实那个力量还是在的 在拍圣诞玫瑰那部电影之前 其实我内心心底一直有一股 负面的悲伤的黑暗的沉重的力量 我没有办法一一罗列 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我有这些力量 可是我一直觉得 这个力量好像是我活着的力气 好像是我创作的能量来源 所以我一直抱着这些能量 也不想要放掉它 直到采尼跟我讲这段话的时候 我还跟采尼说 不不不 我不相信这个力量 当我面对的时候它还会存在 我怕我失去了这个能量 我再也没有办法演戏 我好像 这股能量好像是一股支撑我活着的一个动能 所以我很害怕失去这股力量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 在圣诞玫瑰的这部电影的最后一场戏 也是这个角色最大的一次爆发的一场戏 他几乎是要深思历劫的控诉 他压抑在心里最深沉的愤怒 或者是怀疑 我记得拍第一条的时候 还不是很顺利 可能一直到第三次的时候 我自己演戏的那个当下 我居然看见了 我自己贵了美本人 所有不快乐不开心的事情 就是在这个角色 在念台词 在表演的当下 我却看见了贵了美自己的这一些 不愉快的事情 就像真的是像跑马灯一样跑了一趟 直到这个角色把台词全部说完 表演表演完 我自己好像真的就放下了 人好像就轻盈了 当下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似乎好像做了一次戏剧治疗 对 就在那个喊 彩尼喊咖之后 我觉得我整个人好像可以飞扬起来 然后有一种有心底的快乐 可是 那个负面能量 它没有 它不再那么沉重 可是你知道它还存在 就当你想要启动它的时候 它是还在那里 但它已经再也不是一个负担 或者是一个会在我生命当中不停地让自己悲观 或者是无以名状就想要哭的一个能量了 所以那一次的表演经验对我来说非常的特别 然后我后来也渐渐相信 当有负面情绪或有负面的能量的时候 其实去面对它 然后细细地把它罗列出来 事情就可以有办法解决的 所以我就会变得相对更所谓的乐观了吧 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 是不可以解决的 它都会有办法的 我就好像没有背负在身上 可是它就被轻轻地放在一个地方 也没有被锁起来 就是轻轻 它变成一个轻盈的状态 然后当自己可能 可能有的时候自己压 身体的压力过大的时候 我的意识还没有跟上身体的时候 它会跑出来一下 但是你会很清楚地知道 为什么 再也不是以前的不知道为什么了 晚安啰 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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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梦